皇上齐下 子薇 你身上的伤完全好了吗 回皇上 完全好了 好极了 今儿把你们找来是因为朕要微服出行了 赵燕子 子薇 你们两个真的想去吗 当然真的了 最近我们好倒霉 皇马带我们出去走走 说不定没运就过去了 真不明白 你的没运跟出门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人风喜事机身爽 出门就是喜事 有了喜事机身就爽 机身一爽 没运就三没有了 你这么爱出门看来是女大不中流 年纪到了 看样子是要给你找个婆家 小燕子 你怎么了 听到找婆家乐得站都站不住了 皇阿玛 您别开这种玩笑了 吓得我差点晕倒了 我这种人没有婆家要的 您千万别费心了 怎么会没人要呢 尔康 把关注哥哥指给你如何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偏偏没带亏得容易就摔了 你怎么样 我的膝盖胖都没碰到 你呢摔着没有 没事 皇阿玛 这种事情你老人家不跟我私下商量吗 我好歹是个姑娘家 蒋一味人家不要我的面子往哪搁 我知道你喜欢尔康 可是您要忠厚一点吗 不能害人家 什么忠厚一点 你说的话朕不明白 怎么会害人呢 您那谁有仇就把我许给他吧 没有仇就饶了人家吧 哪个娶了我 哪个就是倒霉蛋 你对自己的评价这么低 皇阿玛 别开玩笑了 我们言过正传 谈谈为父出巡的事好不好 你选择化妆成什么人 我们要去哪儿 尔康 你的计划是怎样的 你想什么 皇上在问你话 问你对为父出巡的计划是怎样 回皇上 我想还是化妆成商人比较好 皇上是老爷 武阿哥是少爷 我跟尔太是随从 皇朱格格跟紫薇是丫头 季师父还是师父 阿玛 傅六叔 厄米是伙计 大家跟老爷去收账 一路上游山玩水 恐怕 还要加上一个人 胡太医 以备不时之虚 好 就这样了 你倒想得挺周到的 那么小燕子 你来背古从军行 给朕听听 古从军行啊 怎么 不是讲好条件的吗 可是我还没背 最近好忙 没有时间念 可不可以不背 不背 那就不能跟朕出门了 那明天再背好不好 明天 我马上回去念 好 明天一言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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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